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戴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的目的 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問題 我就不希望只和大家一起批判一番事物 或者政府某機構 某人做最事的不當 大家大鬧一頓,發誓了一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和大家深入一些討論 那個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核 從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我們同時有時候會介紹一些書 和大家分享一本好的書 好的電影 希望能夠從裡面去能夠令我們能夠拿到一些啟示 學到一些道理可以應用在香港的 幫助我們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 或者建議我們香港每一個人能夠做到些什麼呢 能夠令到問題真正解決 即是說,如果你是當事人,你會怎樣做呢? 歡迎網上聽眾打電話和我們一起聊天 我們的電話是2385-4492 2385-4492 或者可以用ICQ的方法 把你的訊息寄給我們 我們的ICQ號碼是308-084-705 308-084-705 今晚和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是有江榮先生和馬國輝 大家好 我們大家都是有些有心人士 希望快點時間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好了 我們今天其實有幾個問題想去討論 第一個我們想 即是最近好像香港有一個電視節目 關於那個腳底的那些排毒水療法 因為我很少看電視的 所以我也沒有詳細知道 雖然都聽到這些方面的知識 當時有晚金剛打電話給我 他說原來電視在做這個節目 金榮妍你可不可以說一下當時他們報道些什麼呢? 這個是無線翡翠台上個星期六、七點的一個時事節目 是說一些很流行的 一隻電磊子的腳底的水療機 他就沒事的 電視台當然不會說歌頌 難道說這隻很棒嗎? 當然是說不行 就是找笨的 他最初一開始就介紹 原來是很多人都在用 還有很多美容院 或者註冊中醫師都在用 還有他訪問那些用家 他們都覺得挺好的 這是第一部分的 他訪問幾個用家 他訪問了多少人呢? 都有三個 有些頭痛、關節痛 他用了之後就沒有了 什麼研究呢? 你記不記得大家 我好像是女士來的 我想三十多至四十多歲 他們的反應都說 他用了之後就很舒服 對他有幫助 這是第一部分的 第二部分就沒事了 電視台就自己做事 OK 他最主要就是找個 你說這些機器可以排毒 他找了一個 在做透色的 即是有腎病的 找一個要做透色的治療的一個病患 就去用這些水療機 他的邏輯就是 腎是排毒的 如果你這些機器可以排毒的話 應該用了你的機器 就會排毒 他就給他做 然後就做一個 我想阿袁醫生會比較清楚 他做一些指數出來 他說他沒有變 然後他再做透色 即是洗腎那些 指數就低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是排不到毒的 問透色中心的西醫 這些就是排毒 如果腎臟透色那些 這些做了就沒有了 其實他所謂毒 他當時有沒有說 他企圖是排什麼毒呢 沒有說 他的邏輯 電視台的邏輯就是 你說這部機器聲稱排毒 那腎臟排毒 他的邏輯就是排毒 如果用了這些機器 排毒 那不用做腎臟透色 就是腹膜透色 一般其實 你所謂的那些是洗腎機 通常病人就是要 拿出一些血出來 經過一個洗腎機 就把裏面那些 其實是主要的尿素 主要把那些尿素 就是減低的尿素 這個就是一般 一般我們所認識的 是洗腎的 因為當我們身體的尿素 升到某個水平的時候 我們身體就會出現很多固域 所以一般他們所做的事 其實是在講尿素 好了 還有呢 接著他就 就是說 做這個水療機的人 他浸一下浸到 成光水都會深啡色 是 一般有這些治療機的人 還有幫這些人做的那些 他說排毒 這些 那麼多毒素 這樣講 接著他用一個公仔 交公仔 就放進水裡 那盆水又是變成這樣 那他就講了 主廚就說 咦 咦 那麼 交公仔都可以排毒嗎 就是這樣 就是用一個質疑 是 是 那他就用一個假公 假人 假公仔在那裏 是 發現水都一樣變色 是 是 接著就找生化學系的那些教授 就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是 他解釋 就拆了那塊 因為要放進去 還有他有一件事是先夾著手 就是 我這件事就不太清楚 他夾著手 是 是 另外一方面 亦都 問過一個代理 是 還有他有一個項目 就是說 有一些代理 就說 聲稱這部機 是一個 諾貝爾的 物理學家 還是 我不太記得 物理學家 還是化學家來發明的 但是 原來他們說 是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即是他們不知道這個儀器 還是不知道這個醫療的概念 即是他說那個 即是他說那個物理學家 還是什麼 他找到他 就說 他說他沒有做過這件事 那他當時有沒有拍過物理學家來回答這個問題 只不過他自己說 沒有 即是那個reporter 自己說自己 就訪問了別人 是的 就說那個物理學家是這樣回答 我們沒有真正聽到 那些物理學家 就直接這樣回答 應該就沒有了 他所謂的報告是這樣 是的 原則上就是這樣 接著他最後那句話 即是說警惕一下 這些就你們自己想 這樣 即是可能會騙人 這樣 即整個節目的看法就是這樣 是 其實那個節目是怎樣 即是那些機器是怎樣 怎樣推銷的 用什麼手法 他有些就賣一些健康的醫療 即醫療多了 譬如那些賣一些腳底按摩機 或者那些健康的機器 那些放在那裡賣 另外就是大陸 即是買的 或是去接受那個治療就算了 買的 可以買的 是 有些治療的那些就在美容店 是 註冊中醫師都有用的 哦 OK 那他買的時候 即是他是不是給一些人免費試用一輪 試用一次兩次 一兩次 即是讓你先試過 你認為有效 幫到你 那你才去買 這個是第一部分這樣說的 還有他訪問那個註冊中醫師 那個註冊中醫師都說 他會 建議那個病人 會推薦那個病人 用這個 再加針灸 他就會這樣做 是 即是這個可以作為一種 在一個 在香港的註冊中醫的診所裡面 他就會用這個 作為一種輔導的醫療方法 然後再針灸 是 那他說 到底這些機器 在哪裡製作 好像有提及這些東西 有些代理 不是有些賣東西 那些聲稱 在歐洲 其實電視台說 原來是大陸代工 大陸製造的 大陸製造的 那那個牌是在歐洲 他沒有說 他只是說在大陸製造 這隻是在大陸製造的 是的 他偷偷的 有攝影機 是我們做的 即是代工 我的看法是代工 即是在大陸製造 是的 有一間廠找他生產 應該是代工 應該是代工 即是 不是他自己去生產 即是 不一定是歐洲 或者那些地方做 是的 是的 OK 好 那 我們是不是好像有位聽眾 可能都想打電話給我們 是的 OK 好 其實呢 有時候看一下 那 即是 即是 他們這些 最近這方面的手法 我有幾種看法 阿袁醫生 好像有個電話進來 是嗎 我先聽聽聽的電話 看這位 這位聽眾 怎樣稱呼你 我姓 邱的 邱小姐 邱小姐 怎麼樣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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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這個節目 是 我有看 上個星期 是應該電視台 播了一些 排毒機的節目 是 7點 我還沒看完整套 但我都知道 其實有些點 其實 不是我們 沒有腳機 在這個市場上 所推廣 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機 我們可以把牌子 出來嗎 不要緊 沒有所謂 我們都想知道 要多些痴痴 邱小姐 你是 我是 電視集中 是沒有我的腳機 原來有很多的 你是做這些機的代理 我是一個代理商 我在香港 是拿著一隻牌子的代理商 據你所知 譬如這一類的儀器 在香港 是不是有多少牌子 其實 我們拿我們的Pantium Detox 這部機的時候 其實香港還沒有 是有的 多久以前的 我是應該在2005年的3月份 我們拿了一個代理 那時香港還沒有 3月16日 我們有一個發佈會 是嗎 也有很多美容界 還有大陸有些 所謂的集團 都來看我們的發佈會 其實我們拿了一隻 是 中國 澳門 和香港的代理 當時我們沒有給中國 某一個集團 去拿一個銷售 因為我覺得我們 香港還沒有做得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不想發到這麼大 因為我知道大陸很多抄機 抄得很快 但是我們拿了之後 其實大約是隔了半年左右 我們都知道同類型的產品 在市場上已經開始推廣 這麼快 我們推廣我們的機器的時候 其實就不像他們的手法 是 我自己用這部機器的時候 我在2004年的10月 我是經過一個美國的朋友 他引進來給我試 我試了六個月 我給我很多的親戚朋友去試 甚至乎有些痛風的老人家 他是坐在那裡 半個小時就坐不了 但是他做了之後 他反應告訴我 他可以坐得到很輕鬆 我自己試了之後 我都覺得是非常之好 但是當然我不會靠自己身體的反應 我要給很多人去試 我試了一段長時間之後 很多人給我的感覺是非常之好 很有效果 我亦都去這間公司那裡 拿了一些比如 他的那些Medic report 就是那些有些patient 做了一段長時間之後 反應出來 有些某一些的身體 有些指數會降低了 我們search了很多的資料之後 其實我們才決定去拿這個產品 還有這個產品 其實是在英國原廠做的 也不是現在才有 它是2002年 已經在歐洲四十幾個國家 已經在用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popular的產品 還有歐洲人 我覺得它用這個產品 其實它是很穩陣的 因為如果它不好的話 一早就被人撲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想過 就是這個產品 在香港市場來說 真的我們都會怕一個 一個責任的問題 所以我們很小心去拿了這個代理 開始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推銷的方法 就不是這樣的 我們在一些美容院 還有一些酒店 現在很多大型的那些拿我們 所以我們不會賣在一些街市 一些甚至乎 國貨公司裏面那些 沒有可能用我們的產品 因為我們的產品 我們是要 幾高質素的 還有很多 比較有知名度的人 都會用我們的產品 那邱小姐我想問一下 就是當電視台做這個節目 他們是沒有訪問過你的 沒有 因為當時他這個節目就聲稱 就是 就是 就是說 就是他說這個產品 是英國 不是不是是歐洲做的 那法國呢 原來是大陸代工做的 那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 我就是我 我有 其實我們一早已經知道 在市場上 有些就說自己是美國機 其實就在台灣做的 那我們當時 有幾類型機 一直在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 叫了我們那個 外奴 就是英國的發明者 就來了香港的 那我們都問他 究竟跟我們這部機 有什麼分別 那他都說 大陸機啊 或者某些機都好 他本身他自己 其實就是 有問題的 他自己會 會出難色的 但我們當時 我們不會這樣 在市場上跟客人說 我們只是說 因為我們是用頻率的 我們不是用電流的 還有水呢 其實說真的 我們那個發明者 都跟我們說 水呢 是會很影響那個頻率的 所以我們 教育那些客人的時候 一定要用蒸流水 因為如果你用水喉水的話 其實水喉水 有化學成分的 是吧 就算你不擺公仔也好 或者你不擺肉也好 其實你一擺鹽 他都會把水裡的 那個化學成分 會第一時間 會分解出來 是不是 那你們 他根本就不需要擺公仔 那你們 你們是香港第一間 將這個 這個儀器 這個科技引進去香港 是不是 是啊 那就是香港電視台不知道 他沒有做過功課 他沒有運 我們做到很便宜的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可能 在這些市場 有我們的機 好了 我想知道 你們公司那個機 是不是在大陸 或者台灣做的 不是的 你在哪裡做 在英國的 我們公司 我們的生產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訂貨的時候 都一定是 不可以馬上訂多少 百部 我們就馬上來 沒可能的 那就是說 你們是一個原廠 將這個科技突引回香港 是的 而你們的機器 真真正正是在英國做的 沒錯 那麼香港電台的節目部 那個Research Research 部門 很明顯 沒有線 所以 他們很可能 他們的工作可能很小 一點 為什麼不做得仔細一點 是不是 所以你們 根本他們說的是大陸機 不是我們英國的機 是 我們英國原廠 有Series Number 是 所以我覺得 當然它都會影響到我們 但是我們跟我們的客人 就是用了那些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客人 譬如我們有30年的敏感的婆婆 就是用我們的機器康復 其實我們有很多個案 譬如有些癌症 真的是 是我們的朋友 她做完回來之後 用我們的機器 她的身體的平衡是平衡的 是 其實她都說 如果你這次需要我 在法部會說 她都會分享 這些是事實 是 所以我們這部機 其實有很多人痛症 都用我們這部機的時候 她的身體會很平穩 是 不會說 他們水裡面 演繹得那麼差 因為我們不是用電流 我們是用頻率 我知道 他們的機器跟我們有分別 是的 好了 但是他們 電視台 他們訪問那幾位用家 他們是用他們的機器 我們估計 是吧 但是他們都說有效 是吧 都說有效 即是 譬如他覺得 譬如有些痛症 他都沒有了 是的 我也不會排除所有的機器做不到 是的 只要他拿到那個頻率 是很接近我們人身體 都會做到的效果 但是 有一些機器 譬如大陸機 他真的說真的 他放進水裡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做這麼多個案 是 我們真的在開發部會 是放一部機在那裡 不放腳 同樣是放鹽 是 我們一樣是放人 放一部機開在那裡 是 那節目其他 他所報導的那方面 你自己有些什麼的 你的感受如何 他講了很多話 我覺得 他會騙到一般 譬如 不是很懂的人 譬如水已經是 說真的 你水已經有化學 是吧 那你就算 你第一層分解水裡的 是基本式來的 是吧 那並不是去到 真的去到我們 即是 如果真的身體排毒出來的時候 譬如有些很大股 譬如有些人 他那些 體味很重 是 是 他自己的身體分泌出來 真的會有一些這樣的味 因為我們做得太多個案 嗯 我們有時候 我們 聞到這些味 我們都很害怕 那 我們很神奇的 譬如我們四個人擺在那裡 我們四個人都不會同色的 但是就不像電視機那些 是黃 即是我看到他有些拍片出來 深啡色 有些很 有些 有些泡 那時候他拍到一些泡 是啊 有些泡 是啊 是啊 其他一些東西 很假的 那些色 那些色是很實的 好 好 邱小姐我想再問多次 即是說呢 即是說呢 你的看法 電視台報導 那些 可不可以這樣說 那些是混水摸魚 其實是這個排毒水摸機 如果是真正是 依照那個做法 以及依照那個技術去做出來 是做到的 是做到的 是 因為為什麼呢 另外那些 即是電視台報導的那些 那些是純粹做生意 或者 即是 自己都不知道有搞什麼 是不是 有個針灸 有個針灸 他插在腳那裡 接著開著水摸機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拍 嗯 那其實我們 譬如如果心臟有摺膜器 有些人我們不讓他做的 因為如果心臟換了摺膜器 即是你通過那些波波的 我們是不可以做的 孕婦我們不可以做 五歲以下的小朋友不可以做 糖尿病爛腳不可以做 我們其實很多skyline不可以做的 但是他很誇張 他堅持著 接著又 可以 放水下去 打算 那個人又這樣做 其實很危險 你老實說 你覺得這個機器是有危險 和你放了一些摺膜器 我覺得 即是 我這樣看慮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會被客人這樣做 嗯 OK 好 好 邱小長我還想問一件事 當時的報道就說 這款機器是一個物理 即是說諾貝爾得獎者去發明 那這件事你知不知道 其實他在說某一個牌子的 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我們都告訴 有些客人都 你們的機器很漂亮 很成功 那其實我就告訴他們 我們說 我們不可以說自己拿諾貝爾獎 因為這個frequency頻率 根本就不是我們的發明者發明 只不過就是他用了這個技能 放在這個product那裡 那哪個諾貝爾的科學家呢 即這個概念 這種頻率字 他在八八一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雷蒙博士呢 其實他用了一個叫frequency的頻率 在顯微鏡之下呢 去測試一些壞細胞呢 其實他在1920年期間呢 他是做了一個測試的 那其實呢 你看看一些書本呢 其實這些書我們都是找出來的 都可以搜尋到的 那其實他當時這個news 是很均動的 但因為是和一些藥廠 可能是有背道而馳 所以變了來說 他將這個這麼偉大的發明呢 是蓋沒了 那後來才被一些人呢 即是所謂什麼美國啊 其他歐洲國家呢 那些人才開始再不夠這件事 你說那個Dr. Raymond R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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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hine 他是大概在1930年代呢 是發明了一個 其實他發明了很多東西的 那其中呢他發明了一個 一個顯微鏡 那這個顯微鏡呢 是可以看到病毒的 是的 那據我們所知呢 其實這方面的資料呢 是很多的 關於他那個 他當時的經驗啊 他當時醫癌症的成功 那個例子是很多的 是的 那這位科學家呢 就當時呢就是發明了 他有一個這樣的顯微鏡 那他叫做Universal Microscope 那他的顯微鏡 和一般的顯微鏡不同呢 他簡直可以看到病毒的 那我們知道呢 一般我們怎樣可以看到的東西呢 即是如果那個物質呢 是小過我們所謂那個光那個 那個Wave Link 那個頻率那個波長呢 如果是小過一半呢 我們是不能夠用肉眼的光去看到的 那但是呢 這位科學家呢 他很厲害 他簡直可以 即是可以設計到一個這樣的顯微鏡 是簡直可以讓我們肉眼可以看到那個病毒的 那於是呢 他發現呢 因為他 跟著呢 他另外做一個 他叫做頻率機 那就是用不同的生物的頻率 那他就可以一路看著那個顯微鏡 一路看著那個癌細胞 一路轉變那個頻率呢 到某個程度上呢 這個頻率呢 是跟那個病毒的頻率呢 是產生共振 於是乎呢 就將那些病毒呢 是炸死了的 那他發明了這個儀器之後呢 那也都在南加州大學呢 他有很多的美其癌症的病人呢 是給他做試驗呢 他大部分呢 差不多呢 是全部都治好了 那當時呢 美國那個醫學會呢 那個頭頭呢 叫Morris Fishburne 那跟他呢 就針了 就是想談生意 啊 這麼厲害的事情 你不如呢 把那個版權呢 就是給我們啦 給我醫學會啦 那但是當時呢 那個Dr. Wright就不肯 那於是乎呢 那個Morris Fishburne呢 就一直之下呢 就用那個當時FDA的力量呢 是將這個儀器呢 全部呢 是充公了它 以及毀滅了它的 它那個Microscope呢 你現在還可以在英國的 那個 有一間藥廠的 那個博物館裡面呢 還可以看到的 那當然啦 是弄到痴靈破碎 我們根本是 是沒有辦法再可以 重整得回這個 這樣的顯微鏡 因為由於我們 沒有這個顯微鏡呢 我們用的頻率方面呢 我們就不是很準確 不能夠很準確呢 在看到呢 是哪個頻率呢 是令到那些癌細胞的病毒呢 是即時爆炸死的 那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呢 因為呢 我們有 美國當時呢 有FDA 有一個醫療義器的監管呢 他於是用這個法律呢 是將這個 可以說是一個驚人的科技 他當時醫那些 美其癌症的病人呢 是差不多呢 百分之九十呢 是美其癌症都完全治好了 是不需要用任何的 化學藥品 只是用一個頻率 跟我們的身體呢 是產生一個共振呢 就可以做到的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呢 讓我們香港人知道呢 就是很多這些這樣的 就是成立這些這樣的法例 這些所謂監管的條例呢 其實最終最終呢 其實他們做的事情呢 是會令到我們很多 就是有效的 而令藥廠 是得不到利益的 醫療方法呢 是毀滅了的 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或者我 你還有什麼補充呢 沒有啦 其實是 就是希望告訴那些 大眾觀眾聽 通過你們呢 希望他們 不要被一些東西騙到 因為其實有些東西是可以做到的 我待會再跟大家 我逐點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那個節目的問題在哪裡 好 麻煩你 拜拜 好 休息一下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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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康自然健康中心 或是健康中心 南康自然健康中心 金康 南康自然健康中心 身体上的问题解决了 其实这个科技 我在五六年前在美国第一次见到 当时我们在罗省 有一个叫做Cancer Control Society 是个癌症的学会 每一年都有那些展览 当时我知道 已经有一架这样的 这个机器是存在的 那时我第一次见到 袁医生在这个节目 也有说美国是很通行 以及属于医疗议器 在美国我第一次知道是美国 这个机器是当时 我在这个展览里面见到的 好了 你看回刚才我们邱小姐所说 她是大概 她首先自己试过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买什么都好 我起码试试行不行 如果你行 你才要投资 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好了 她到05年3月 就开始推广了 当然了 在中国大陆很多人都来看了 但你看一下 为什么在短短半年里面 就已经这么多抄袭 我自己用常理想一下 如果这副仪器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疗效的 那你会不会去抄袭 你自己用自己最简单的常理 还要这么短时间 自己已经有公司去抄抄你 很明显 这副仪器一定是有效的 以一般老翻翻版的逻辑来说 通常那些坚决才会被人翻版的 是吗 是吗 所以你看到 如果有人这样抄 那当然可以了 那些垃圾 你贴了钱也没有人翻的 没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事实 最后一件事就是 我们起码电台报告 都说几个用家都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遇到一种医疗的方法 第一要了解它有没有效线 第二同时也要看看危不危险 如果是有效但很危险 大家要小心用 袁医生他整个节目的方向 很简单 就是认为这部机是稳笨 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即是至少不危险 即是他说这部机是远过歧杀 但如果美国那里都说 它是一个医疗仪器 认可了 那又怎会说它是不行 其实在美国 我看回它的资料 它来到不是当它是医学仪器 它是当保健的仪器 它不需要当它是医学仪器 好了 我曾经想说 其实在很多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知道第一 那样东西是否有效 还有是否安全是否危险 第二样东西就是 它到底是怎么办法 通常我们现代医疗有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怎么办法 即是它的机制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不了解它怎么办法 那我们全盘就会否决 这个问题就像当时的针灸 针灸 其实我们也知道它是有效的 这么多千年来有效 但是暂时来说 我们科学上都不能解释它 它为什么有效 所以它不是大学医学院中文大学 曾经九几年那时 寫了一篇论文 评计针灸 没有用 即刻被秦鸿教授出来 他当时就说 他当时就说 用在众方后遗症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 我想给大家了解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要研究其他一件事 除了要知道它 以为一个用家 以一个病人 以作为医疗者 其实最重要 我们要先用一些有效的 以及安全的 到底它怎么活动 我们未必知道 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 譬如针灸 我用了这么多百年 那么千年 其实它怎么活动 我们都不知道 我照样用 因为它有效 它安全 同样的疗法也是 同样的疗法 因为它用的药 稀释都是一百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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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是几亿分之一 基本上 我们用现代的 所谓 我们用一个 新化的基础的模式 去了解 我们是解释不到的 但是同样的疗法 是能以百病的 包括这些所谓 白喉 星红热 这些流感 一般我们现代医疗 就认为一定 病毒要杀掉它 那么稀释的东西 根本不可能杀任何病毒 但是它一样有效 但是它怎么活动呢 我们远夺医疗的基础之下 我们说 我们解释不到 因此我们就说 因为我们解释不到 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是假的 这是我们现时的人的盲点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 是明明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了 但因为我不能够解释 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 所以我就说 这个现象不存在 这个现象是假的 或者是不安全 它不需要说是不安全 但总之 我们现在科学 有一个盲点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我们现时科学的水平 我们解释视频的水平是有限的 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在十七世纪之前 我们Rober Hoek 未曾发现那个显微镜 我们看不到那些微生物 看不到这些小的细菌 那我们能不能够说 我们因为看不到 我们没有这个仪器 所以我们这个细菌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用我们现在的逻辑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仪器 它能够去看到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不存在 再到我们好像一九四几年代 那我们开始有那个电子显微镜 我们没有电子显微镜 之前我们也看不到病毒 那我们能不能够说 因为我们看不到它 我们没有这个科技 去了解去研究它 所以它不存在 那用回这个逻辑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问题 是我们的医疗 是局限于用一个 它那个所谓一个 一个机械的态度去看 和一个生物化学的层面去看 但是其实我们的气 就是层次其实是很低的 是的 生命力是一个高级物理 我们叫做量子物理学里面 是可以解释到 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同类疗化呢 它的效果是变成的 那这个其实呢 这个问题的盘点就是这里 即是叫做原医生 应该这样说 即是说 现今的科技或科学 解释不到 就认为不对 是的 那这样就错了 即是说 未有显微镜 我们说病菌是多余的 是没有细菌这一回事的 未有电子显微镜 病毒不存在 就是我们的盲点就是这里 你不解释得到 不是代表这件事不是真的 即是你看到的现象 明显在这里 只是现在的level 未能解释到 对了 那你不可以全盘特费 否决这件事 好了 那第二件事呢 他就说那些颜色 其实我看过 那些内部的 他有些资料都有说 他说你根本上 他本身的颜色 都会会变的 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有脚在这里 病人的身体不同的体质 皮肤 或者血液里面 有不同的化学物质 那他可能颜色会有改变 那就是说 他们的单张都要说出来 就算你不用脚 颜色都一样会改变 因为呢 在那个电离解的过程里面 那始终呢 你加了一些盐 那你加了一些海盐 那有其他的杂质在那 那所以呢 这个现象是会出现的 OK 那好了 那当然了 我亦都有少少 就是难于理解 就是说 那他们说 哦 不同的颜色是代表不同的器官 出现不同的问题 那这样 那我觉得呢 这件事呢 是挺复杂的 就是要在这个层面 去了解呢 这个颜色是代表 什么发生 这回事呢 很可能呢 就是不能够 不能够证实得到 也都可能 都不是最真实的 好了 但是呢 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一个商业社会里面 那大家做广告呢 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是不是 就是你想想 这个电台里面 他们每天放那些广告节目 每半个小时放五分钟的节目 有哪个节目呢 是真正是真的呢 就是我自己问他 自己问良心看 那些这样的明星啊 那些头发啊 是不是用了洗头水 是漂亮的 那威怡郭都说自己很坚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在电视台里面呢 其实每天呢 是不断放一些广告节目呢 他明知道不是真的啦 那为什么他每天都在那里放呢 每一个小时呢 放他十分钟呢 是不是 那分别是哪里呢 你给钱 给钱 就放假东西都没所谓 是不是 广告的东西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一个大不了了的问题 好了 那 还有一样东西呢 他就 就说呢 他给例 他说我洗神机 但是你知道了 我们的一般的洗神的病人呢 他们所称是称的尿素 Urea 如果你的尿素太高 又叫Uremia 就是你的血的尿素太高 那在某程度上呢 尿素呢 不是真的毒药来的 不是毒素 不是毒素来的 是我们身体的生存代謝 蛋白质的生存代謝 一个副产品 你知不知道 我们通常在尿素 是用在化妆里面 化妆品里面 是用来润皮肤剂的 很多化妆公司 化妆品公司 就去那些 公众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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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尿素那里 那些尿素的 那些尿积的 那你就卖给那些化妆品公司 就就用这些尿素 是用来做那些化妆品 那就是 那就是我们说 毒素 毒素 毒素根本是可以很多种的 那尿素 本身不是一个毒素来的 就是说电视台傻乱 是 就是 用错了我一幅 是的 那就是 那你看一下 用错了肾病 是的 那你看一下 在早年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在英国那里 曾经是做过一个很大型的 当时呢 有成五十七位呢 是顶尖的医生 在英国呢 大家开过一个讨论 一个大会呢 就讨论呢 原来他当时讨论什么呢 原来呢 他当时发现呢 我们身体里面 有成三十六种 不同的毒素 那就是毒素 其实很多 我看回那三十六种里面呢 似乎呢 那个尿素不在里面 没有Urea 这种东西 尿Urea 根本就不是一个毒素 OK 即是很可能电视台 是 有心是找这种的 就是我可以看到 大家要公道一点 好了 好了 你做一个 所谓的洗神 不是洗三十分钟 不是洗半个钟头 是洗几个钟 是洗几个钟 如果我们要比较 大家公平一点 比较 那你不可以 就是别人没有说 就是你洗神 洗几个钟头 那你别人的肌 是洗三十分钟 是 那人用三十个分钟 要做到你洗血 洗几个钟头的效果 那这个本身呢 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说呢 如果真的要做个科学的研究呢 其实真真正正呢 其实你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就是这个这样的譬如 是一个很荒谬的譬如来的 就是肝病的 那你叫它洗神 肝里面的毒素没有清 那不就等于洗神机没有用呢 是吧 就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设计不是洗这些毒素的 那你就可以 洗神机便洗 清了一洗肝 肝病的病 一点都没有好多 袁医生 这支传媒的呢 他做这些节目 是有了稿的 就是有了定稿 就是可能他某程度上 但是都成功地 中落一个怀疑 令到大家又怀疑 这个排毒水尿 他给我的感觉 这个节目 是说这种肌 是直接是骗神骗鬼 但是他就 就在电视那些讨论区 在讨论我上去看过一下 都觉得 这些会不会骗人啊 一般人就会这样看 就是电视台每个所做的广告 每天都在骗人 不是的 那些人就觉得真 真的 所以就是 好像那部戏 那部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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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兄是什么 《绝望真相》 《绝望真相》 好像那个女孩 一跳到水泡一泡 那又马上浓空 那又马上浓空 吃了那个鱼油 吃了那个鱼油 那又马上大了 那这些这样子 你又做出来 这些明知是假的 那你又一天啊 那做事都看到这些广告 那是 你可能没有做过这些双重蚊杖的鑑定 但你有没有用双重蚊杖 证实它是没有效 是吧 就是大家说科学 你有没有证实它呢 科学上证实它 它是没有效 你一样都没有的 是吧 你说它是没有科学证实 但也没有科学证实它 没有了 是一样的问题 好了 那又说了 那个诺贝尔奖 那些这样 其实Raymond Rive 其实已经过了身 他是很惨的 他是屈屈而死的 他最后是真的 因为这个打击 他有一个这么好的方法 可以给美其癌症的病人 是医治得这么好 有8-90% 差不多过了那些医疗 美其癌症 当时是南加州大学的医学院 那些病人给他医治 即是拍摄西医影束手无策 对 完全是你临死的那些 没得医治 没得医治 他那副机器完全帮你医治 或者是弄坏了 结果呢 他还得到这样的收场 是吧 他将它用政府 用FDA的力量 将它充公这副机器 将它的实验室 绝对破坏了 他是真的屈屈而死的 那时我都觉得 他将来再投胎的人 不知道会怎样 他是一个这样的科学家 有一个这么好的科技 是因为这个医疗制度 令到我们香港人 全世界的人 不单止拿不到 他是屈屈而死 因为他这个机器的发明 令到很多既得利益者 利益受损 是吧 当时那个Morris Fishburne 就说 我有兴趣 大家努力做生意 那他就不肯 那你不肯吗 那就 对你 对你 是没有的 这个机器是很可惜的 如果我有这副仪器 那些癌症病人 肯定是湿湿碎 就像Dr. 你说这些 这十几年 医疗霸权不怒你 OK 这个不要紧 我最重要 尽量将 为香港想出一些 好的出路 解决香港现时问题 袁医生 这个题目 都差不多了 你说 那个记者 记者去访问 我就问你 他有没有真正去访问 那个人 他只不过说他自己访问 就是那个 诺贝尔障 我就不多访问 他没有 因为我和我 我有相似的经验 在早期 是湿湿水事件 当时 我们也有说出来 那个 第一个开心术 换心的医生 Christian Barnard 他最后 他没有办法再做 外科手术 因为 他的风湿关支炎 令到他的手 完全硬了 做不到事情 结果 他用了湿湿水 服用湿湿水 改善了他的问题 我提出来之后 南下早报有记者 说 我们已经和他访问过 说他 他根本没有这回事 他否认 他因为湿水 帮过他 结果 我当时 我打电话去追他们 我打电话去追他们 我打电话去南下早报问他 我想和这个记者谈一下 那个记者从来不敢回复我的电话 好了 我刚才给你看到 这个是他说 他跟人说 为什么没有任何的 或者是录音方面 那边的科学家 那边的科学家 写了公司文件 是的 是的 那就是说 如果真的没有效的时候 我觉得 是不会这样的 那 好可惜 香港现在 面对很多这方面的制褬 令到就是很多有用的方法 是没有办法广泛地应用 那我觉得 其实 就是好像一般的 他们的推销这部的机器 那他都给你先试用了 其实很fair 是吧 有没有西医说 给你试用了 不行 没有 没有 还要穿了新四床 是吧 那这个是一个人 我看到一个fair 一个marketing practice 是 是 是 那 袁医生 这个topping 你还有什么补充呢 OK 大家可以想想 自己可以想想 香港不断的这些节目 袁医生 你真是 真是很厉害 跟我们 听众分析 这个事例 我们都学到很多东西 是 在不同角度看 是好的 那 另外 好像 你 有一个会 成立了 是不是 是的 我们最近都知道 香港是不断在 很多负面的 关于 所有自然医疗那些 的 负面的报道 那我们 小委会 小委会 加上那个 卫生署 加上香港的传媒 有时候 很有趣的 你 忍无可忍 很多人都忍无可忍 最近 我们 香港 有一班 在自然医疗的 和 碗腸的 那些从业员 大家 成立一个联盟 这个联盟 是叫做 健康自由联盟 我们 即是说 我们觉得 真的要为香港做些事 我们真真正正 是 要 将 很多好的 有效的工具 是被香港人用得到 其实香港 可以这样说 是一个 很大潜质 能够成为 是 医疗 最开放 最多元化 以及 也可以 成立一个 再一个带头的地位 是将我们面对 世界各地 面对的 同一个问题 是我们可以彻底解决的 OK 那我们的联盟 我们希望 召集我们香港这方面的人士 或者 我们想 病人里面 或者我们一般的医疗消费者 希望有一天 我们是能够 是有医疗选择的自由 那我们 这个联盟 成立的最终目的 都是要维护 我们香港人的医疗选择 以及为我们下一代 都希望 是有医疗的选择的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是一个香港 基本上是一个 所谓法治的社会 很多恶法 令到我们 医疗方面 就是妄居法例 是的 其实香港有一个法例 令到我们说不到话 这个法例 就是一种 就是禁制医疗资讯 那个条例 其实都很违反 基本法的言论自由 这个条例 就是打着保护香港市民 这个条例 令到你不准说话 其实就不良以后 讲到这个条例 这个条例 是一定要生改它的 就是 我们是 其实生改法很简单 你总之 你应该禁止一些 真是假的 是未经证实的 完全没有根据的事情 就不应该说 什么都不准说 基本上是抑制我们的资讯自由 这个是第一条条例 是一些极权的逻辑 这个就是第一个 第一件事 我们要改 第二件事 我们所谓的药物毒药的条例 这个条例 是将所有的物质 都成为西药的 于是乎 令到我们香港人 和从业员 是没有办法使用一些 有效的安全的 天然的自然疗法的药 这个就是第二条条例 就是市民都没有办法用到 没错 第三条条例 就是他们想实行的 就是医疗议器监管 就是说 他第一 不让你说话 这个要命 这个问题是这么简单 第一 他的法例 不让你说话 不让你把你的资讯给香港人知道 第二 你所用的工具 不让你用 把你的药剥走你 把你的医疗议器剥走你 这个是他们的三部曲 这个是导致我们香港人 为何遲遲出现这个问题 享受不到更好的医疗 譬如医生这些法例 都挺暴力的 都挺强奸民意的 这三条是恶法 还有一条 而是没有办法实现当初他想立那条法的原意 市民也都享受不到 只会更加越差 我看香港还有一小小自由的空间 那我们一定要维护它 还有香港是有绝大的potential 是可以作为一个全世界解决医疗问题的榜样 那我们这个联盟 我们刚刚是成立了的 那我们欢迎香港一般市民也好 你希望我们香港在我们纳税人的地方 有更多的选择 就是你去医院里面 不只是可以看到一般传统的西医 亦都可以看到同类疗法 水疗方法 碗腸水疗 其他的或者中医 脊骨神经科 都是可以在纳税人资助的环境之下 给你应用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联盟 是会为你们争取的 那你们详细的情况 你们留意我们那个网站 那个patterhongkong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行动组 那这个行动组 就叫Aligned Health Freedom Hong Kong 香港健康自由联盟 就是那个资讯 就可以在那个网站看到 我们会一路帮你update下去 那当然了 欢迎来你们加入 是不是我们需要 就是 不单于人数 帮忙的人 那我们会有很多的具体的行动 我们会一步一步做好 那希望呢 可以为香港呢 真真正正寻求 一个解决医疗的问题 好 马卿啊 我们就转折腾 好 这段时间很热 这段时间上个星期来说 最令到人们 拿到他的注意 就是英国那方面 对这个温室效应 出了一个 几官方的报道 和一个叫做 好像是英国政府做的 英国政府 很高调地去说出这个问题 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还有英国首相去说这份报告 这个其实我都留意到 在我自己朋友圈子里面 就算一些平时没有什么 留意这个环境的人 都有看到 还有我英国收到一个朋友的电邮 他说 现在突然间 在英国方面 对那个温室效应 那个国策的程度 又突然间多了很多 他有一个七八页的报告 他报告大概说些什么呢 其实他最主要就是 尝试用一个经济的层面 去解释给大家听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在个个都只是 会集中在经济那里看 就是将每样东西都打个标签 那他就是说 如果真的那个温室效应 去到一个灾难事件结果的时候 最后 那个经济损失就等于 两次世界大战 再加上美国三十年代 经济大萧条 那个经济损失 大约是五十四万亿港元 即是用港元来做 是的 即是他用磅 就化成港元 五十四万亿 当然 这个纯粹是用一个 钱的层次 而很多时候 我们除了用钱的层次 我们还要用一个文化的层次 去看一下 究竟 那个问题会是怎样的 但是 很多人都很奇怪 为什么英国会 这么高调去说这些事情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是的 很突然 我觉得 我都是突然听 就是看有线新闻 看到的 因为可能 其实英国他都知道 温西效应的结果 出现的时候 可能他是头那几批 直接 伤害最大的 因为他 上面隔铃栏 北极那方面 那些冰 如果用的时候 那些淡水 冲了到海 截断了海流 欧洲那方面 就会进入冰河时期 英国也是首当其冲 如果那时候发生 就没什么可以改变到 他希望 我想 去尽最后一分力 去希望 将那个 那个 伤害性 减到最低 对 我想英国如果说了之后 其实对大家 希望 都有个 比较 深刻一点的印象 如何去做一些事情 不是 我觉得不太尋常 绝对不尋常 由英国手上 去 去说这份 因为他本身 跟美国是一个 挺亲密的盟友 而美国他就是 没有签到 那个京都议定书 他也不想 傷害他的经济 即是继续跳舞 现在是 是啊 所以他英国单方面 这样去做 我觉得是 挺不尋常 亦都可以了解到 那个事态的发展 需要大家再去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收到的信息 还有一百几十年才会 杀到埋身 究竟是否这样的事呢 我又令我想起 那时候 有一套戏叫做《日本沉门》 是一个小说改篇的 哦 前个几月 是的 前个几月 他就说 日本科学家 就算到 还有可能 一个月 就沉立日本 但是他官方报道 就是说 官方报道还有一年 这个令我想起 会不会 其实 某程度上 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 都在某个层面 把它淡化了 而英国本身 这个报道 令我醒觉到 这个问题 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 是严重了一点 如果你说一百年后 你都不在 你所认识的 儿子女都不在 就变得好像 我们不是那么多肉 但是如果说 我们上次有提及 有些报道 其实可能二十二个月 这样的 这个就不是 不是说笑 那我们都看到 如果我们一般 我想象 如果真的慢慢地 那些水位慢慢地升 那我们就有足够时间 去那些堤壩 就像荷兰那样 是吧 整个香港变成荷兰 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 那个水位一升 好像他说 Greenland 那个冰 如果它这样一融 是会升二十尺 那这二十尺 如果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 起堤壩就起不及了 是 虽然它不是马上升 但是我想 现在 有个应变措施 都是必须 政府来说 是 但是 要看看 曾蔭权政府 如何去处理 我亦都刚刚看到 在另外一个 明日之后 那个DVD版 其实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 是讲国出器 第二部分 是很多科学家 讲另外一套 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买个DVD 或者去租 二十一号 是的 我们的网上 都有这方面的 linkage 大家可以了解多些 好 时间又交了 我们下星期再和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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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